是不是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素顏的我了 上週我剪了個新的瀏海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比之前的空氣瀏海還要再厚一點 現在化妝就是都要把頭髮給夾起來 今天就來拍個get ready 分享一下我近期的日常妝容 先從保養開始囉 那我一開始我都會用這個妮兒式的玫瑰保濕噴霧 空氣裡全都是玫瑰味 那這一瓶我已經用第二瓶了我非常的喜歡 再來我要用這個維他命C的是歐巴吉的 那我最近就是知道了一個東西 叫什麼找C1A 早上塗維他命C就是可以抗氧化跟防禦脂外線 我以前都是只注重保濕而已 沒有在擦酸類或是A醇之類的東西 我擦的酸類就是理不保水綠色的那一罐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我第一次用隔天整個肌膚超嫩的 就很像幻腹一樣 真的還蠻厲害的就是有他的功效在 現在塗的是這個老虎草的保濕霜 最近的公關品那我覺得他還蠻好用的 我已經漸漸的快要把它給用完了 我的保養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現在就開始來化妝 一開始呢我要先用這罐 這一個呢就是防曬隔離霜 可以微微的潤色 那如果最近有戴口罩 膚況還不錯的話 我就會比較少用底妝 譬如說氣墊粉餅啊或者是粉底液 我都會用隔離霜加上那個遮瑕的 遮瑕膏 遮瑕棒 遮瑕筆 先用提亮的 在我的眼睛下方這邊 就是有一些暗塵啊 跟黑眼圈之類的 塗比較多在我的眼下 然後鼻翼這邊 鼻子這邊就是有一點小痘疤 所以我就會用另外一頭遮瑕的 但可以看得出他的質地會比較厚一點 提亮的部分的質地就是比較輕薄一點 我覺得少了粉底的這個步驟 就會省去了非常多的時間 近期的懶人底妝 會這樣上的前提之下 就是我今天的膚況還不錯 還有我今天並沒有要去工作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遮瑕膏 它就是有一點點像這樣子 玫瑰色的粉感 我覺得它可以畫出一種非常有氣色 然後很健康的肌膚 輕輕的按壓上去 可以不用再特別的上腮紅 那我今天用的是這一支 直春秀的五式刀眉筆 昨天還在削它的這個頭 超難削的 我每次削就會 把它的那個筆芯 給削斷 畫眉毛 我就先從眉尾開始 先把一個型給畫出來 接下來我要用這一支 液態眉筆 Integrate 從眉頭這樣子畫出它的毛流 有的時候微微的畫出來也沒關係 我覺得會很自然 很像是你自己生長的眉毛 先用這個比較深灰一點的顏色 然後刷在我這裡下二線的地方 製造一些陰影 不知道最近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的頻道都是比較多穿搭為主的 現在的購物習慣還有 穿衣的習慣已經有一點點改變了 以前就會花比較多比例 在買時下當下流行的 但我現在就是比較多比例 會放在基礎款上面 因為有一天我發現就是我站在衣櫥前面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要穿什麼衣服 然後就站在前面發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看著我的新衣服跟我的舊衣服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的 搭配 現在就會找出自己喜歡的風格 跟適合自己的風格來穿衣服 創建一個我自己好搭配的衣� 所以我70%都會買一些基礎款 然後剩下的30% 所以我70%都會買一些基礎款 然後剩下的30% 才會買一些譬如說今年流行哪一類的衣服 這樣子 我現在是用這個顏色 中間的來畫上這個鼻子的陰影 再來我想要來畫一下我的眼妝 那我今天用的眼影盤一樣是它 Tarte這一盤真的是我的最愛 超愛的 它裡面的顏色就是都非常的實搭 其實我今天本來是要用3CE的 但是就發生了一件產案 它已經這樣子 支禮破碎了 很不幸的掉落在地上了 所以就整個 算了 我今天就沒有辦法再用這一盤畫了 一開始我先用這個裸膚色的先來做打底 留下往上慢慢的刷開來 那我可能就是已經到了一定的年紀了 所以我就想要讓自己 可以提升自己穿衣服的質量 然後讓自己穿的比較精緻一點 但是穿的精緻有質感並不代表說 一定要去買很貴的衣服 搭配起來整個協調性啊 有提升的感覺 希望我之後的穿戴影片可以朝這個方向 就是把一件衣服把它利用率達到最高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就是覺得 我每次買這一件衣服都只能穿一次啊 然後它也沒有其他的變化 其他的搭配 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我要用這個 已經很凹的 淡粉色的 畫在我煙味的眼窩這邊 比其他顏色都還要深一點的這個淺咖色 貼著我的睫毛的根部來加深它 我一樣會再把它帶到我的煙味這邊 這個眼妝的話我覺得比較偏那種 栗子色的秋妝 煙味這樣子 以前就一直很強調顯色顯色 所以就是完全都沒有在管那個妝容的和諧度 其實還蠻可怕的 現在用的是這個無印的睫毛夾 D卡還是在小紅樹上面 看到有人推薦 然後它又攜帶很方便 L'Oreal的這個眼影盤 用它第四個顏色 因為我的Tarte的眼影盤沒有這個粉質 是閃閃的但是很細緻 所以化妝真的就是沒有非得一定要怎麼畫 每個人都長得不一樣 像我這個臥蠶兩邊大小就是不一樣 一邊就一定要比較多 一邊就是要比較少 我們都是可以一起來學習 然後畫出不一樣的風格 1028的聽說很好用 所以我也去買了一支來試試看 蠻喜歡用咖啡色的睫毛膏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畫起來 可以讓我的眼神比較自然一點 而且我朋友最近就是買了一支夾樂式的睫毛膏 我覺得太酷了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睫毛膏跟睫毛夾都蠻厲害的 我塗的這個顏色好像也是咖啡色的吧 整個妝容我就是比較喜歡用自然色一點的 眼尾都是平拉 以畫在內眼線為主這樣 比較自然一點 如果需要腮紅的話我一樣會用這個吧 顏色也是屬於比較秋感的 畫在這個三角區塊 從顴骨這裡下來這邊 這樣 畫在比較中心一點的話就會比較可愛一點 那我現在是畫在比較邊邊的這邊 打亮會再用這一支Fenty Beauty的 Star Struck 一定要在這裡三根處 然後還有粉珠上面這邊 唇膏我要用這個3CE的 裸橘色的 我覺得它拿來打底啊 或者是像我現在這樣子單擦都非常的好用 現在比較流行嘟嘟唇一點 所以我都會用手指這樣子 暈開來 然後稍微暈出它原本這個嘴唇的邊線這樣 這一支已經完全要被我用完了 快要見底了耶 換一下我的穿搭 整理一下我的頭髮 通常我都會用這一支3CE的裸橘色來打底 然後中間會再加一點比較紅一點的顏色 這就是我近期會畫的日常妝容 出門前的What's in my bag 然後裡面裝零錢包 跟NARS的這個蜜粉餅 拿來補妝用的 還有剛剛用的這個3CE的唇膏 以及這個神奇的藥膏 是朋友送給我的 他超厲害的 還有最近的愛 JULIE CORE的護手霜 再大支 為了要把它帶出門 就這樣喔 我換好我今天的穿搭了 然後就是一件粉紅色 Uniqlo的襯衫 黑色的ZARA短褲 我下面是配白襪跟這雙樂服鞋 這樣子 耳環配件這樣 完成 謝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掰掰 掰掰